好冷啊 開車了 民眾拍下一旁正在停等 紅燈的轎車駕駛座 居然是一個幼童 張著無辜大眼睛 但看起來只有兩歲不到 卻坐在方向盤前 讓人看了捏一把冷汗 原來是大人一邊抱著小孩 一邊開車 這行為也讓拍攝民眾生氣 拍下車牌跟路口等資訊PO網 事發地點就在臺南仁德中山路和文德路 前方就是高速公路雜道 加上周圍許多大型量飯店 本來就是交通要道 車流量非常大 駕駛抱小孩開車 還讓幼童摸到方向盤 警方表示已經通知駕駛道案說明 並且開罰 為了安全 小朋友應該都要坐在安全座椅上 像這樣把孩子放在方向盤前 如果為了意識好玩 出任何意外 就不是罰錢可以解決的事 三宣王少爺古仙 台南報導